今天是5月19號 星期五 祝福大家週末愉快 昨天台股創下今年來的新高 在三天內大漲了800點 好 那我相信 昨天台股的創高 大部分的投資人 第一個念頭 可能不是開心 可是 可能會覺得說 台股漲這麼快 已經沒有空間了 它已經漲得太多了 接下來根本就不會有什麼大行情 是不是 就是說很多人看到說這三天的連續性的大漲 第一個想法一定會覺得 台股漲太多 現在去買有風險在 我可以很直接的先給大家一個結論 這個時間點 你經過一個季度你回過頭來看 這裡絕對會是一個相對的低點 為什麼我會這麼篤定的跟你說 這個時間台股過高了 過16000點 它還會是一個相對的低點 等一下我用一個簡單的邏輯 來告訴大家 大家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現在它會是相對的低點 因為你去看 其實昨天這樣子 應該說這三天 這三天這樣連續性的大漲 大漲了三天 會讓很多的投資人 不敢進場 因為說漲太快了 漲太快 所以會讓很多原本在觀望投資人 反而會變得 有一點 有一點懼高症 就是說太高不能進場 但其實這裡絕對不貴 百分之百 這裡它是位階非常的低 因為其實 在股票市場很多東西 我們用簡單的邏輯 你就可以知道 不用去做什麼過度的分析 因為就像我一直在強調 在股票市場 你看得越多 你反而越沒有方向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什麼CPI PPI 什麼數據 什麼指標 全部都要看 其實不用 用一個簡單的邏輯 你就會知道 就像我們 其實我們在前兩週 我們就講兩個很簡單的邏輯 第一個邏輯就叫做 美國債務上限 美國債務上限這件事 我在前兩週一直告訴大家 你不用浪費時間去解讀 因為這件事 百分之兩百 不可能會發生 是吧 再來就是說 在前兩週 也一直強調說 其實只要等到 4月份跟第一季的季報 公佈完畢 第一間買盤一定會進場 那你去看 5月15號過後 連續三天大漲 就是這麼湊巧 5月15號第一季的季報 最後公佈日 結束之後 5月16 17 18 連三天大漲 這絕對不會是巧合 這絕對是 事先有規劃好的 進場策略 否則你去看 你說要去拉指數 拉股票 為什麼不要在5月14 5月15拉 偏偏等到5月16 才大局進場 就是因為 大家要等季報公佈完畢 所以其實 你用簡單的邏輯你就會知道 接下來到底會怎麼走 好 那我們回到重點 其實大家要先有一個觀念 這觀念就是說 全年的趨勢 它目前景氣已經是連五藍了 連續五顆藍燈 就像我一直在強調 連續五顆藍燈 這絕對是毫無爭議的谷底 而且你去想 你只要說把這個邏輯你去想通 想通之後你就會知道 這裡絕對百分之百 一點都不貴 16128點 這裡絕對不貴 連續性的藍燈 就像我們昨天有提過 這是很多人 一輩子在等的機會 很多人說存錢存錢存錢 存錢一定有個目的 很多人存錢的目的 其實就是在等連續性的藍燈出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投資這個東西 沒有說百分之百的勝率 不會有所謂穩賺不賠 但是你說以歷史經驗來看 從台股有史以來 一直到現在 唯一接近百分之百穩賺的策略 就是在連續性的藍燈 進場去買股票 真的喔 從有台股以來 從台股開市第一天以來 一直到現在 只要你出現連續性的藍燈 只有一顆的不算 連續性的藍燈 你去買股票 絕對賺 而且都是大賺 所以有多少的投資人 他說不斷的存錢 不斷的存錢 其實就是在等這個機會 連續性的藍燈 就是在等大家眼前 現在所看到的這個機會 而且你知道說 上一次的藍燈是在什麼時候 我們昨天有提過 是在2015年 2015年 一直到現在 2023年 八年 八年耶 很多人說存錢 在等這種連續性的藍燈 等了八年 才等到 這樣子的機會 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講 其實現在你 真的一定要去買股票 因為說連續性的藍燈 這幾乎是有史以來 幾乎是接近百分之百的操作策略 而且這種東西它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錯過了 下一次什麼時候會來 真的不知道 因為說景氣如果說一路很好的話 其實五年十年 它都不一定會來一次 所以你去想 我們就以近二十年好了 以近二十年來講 這樣子的機會只有出現過兩次 只有兩次 一次是2012年 也一次是2015年 就是兩次 那從2015年一直到這一次 2023年 足足隔了八年 所以當時 連續性藍燈出現之後 錯過當時的投資人 就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等 那現在就是最好的機會 那你去想 連續性的藍燈 是很多投資人 一輩子在等的機會 因為它勝率接近百分之百嘛 好 你先了解到這個邏輯 你先了解到連續性的藍燈 這絕對會是股票市場 跟景氣的谷底 當你了解到這個邏輯之後 你再回過頭來去看 16128點 乍看之下 你說光是看線圖 或是說你憑感覺 你會覺得這裡很貴很高 但是你回頭過來看 現在還在藍燈 現在還在連續性的藍燈 所以這個邏輯你懂了吧 乍看之下你會覺得 好像漲很多 但是你回過頭來去看 回到我們的經濟現實面 目前還正處於連續性的藍燈 所以你說這裡高不高 絕對不高 百分之百不高 而且這裡是百分之百 接近穩贏的買點 所以你了解到這個邏輯 你就會知道 其實台股目前位階 真的一點都不高 就像我們一直在強調了 今年台股就是多頭循環 全年是多頭循環 現在是多頭循環的出身段 在多頭循環的出身段 其實 掌握產業價數字 只要說一間公司它的數字夠強 股價的位階便宜一定會漲 市場一定會找到它 因為現在就是多頭循環 所以相關的邏輯 你在我們的Light都有 我會用簡單的邏輯 把複雜的東西簡單化 直接給你一個簡單的邏輯 你去把這個邏輯想通 你就會知道台股接下來 它會怎麼走 直接拿起手機 用手機的相機 打開手機相機掃描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直接掃描可以加入我們的Light好友 不論說你想要說滿手現金 想要利用這次進場 還是說有持股需要調整 都可以詢問 還有這一檔 車用的轉機股 因為目前行情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昨天特別推出一檔 全新的轉機股 上一檔的轉機股是誰 就是上全 大家最愛的轉機股 這一檔股價不高 大支組 小支組都可以買 可以直接打電話進來詢問 這一檔等一下我們再來介紹 好 所以 你去想這個邏輯 連續性的藍燈 是很多人一輩子在追求的機會 現在是連續性的藍燈 你說指數現在16000點高 怎麼會高 絕對不高 你過一機會來看 這裡就是低點 既然說不高的話 只要數字夠強 股價的位階便宜 它一定會漲 就是說市場一定會找到它 因為現在就是多頭循環 你去看3029的01 3029的01 我們之前有講過 這裡的位階其實不貴 當然說60元以下 都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當時我們是從貝利 貝利一直到林群 支通 再來告訴大家 接著01它的位階是非常的低 因為資安及國安這個東西 它有一點點偏向說政策的加持 所以基本20倍的本益比非常的合理 好 那你去看 當時60元不貴嘛 在這個位置去切入 你說這一根藏紅上去 要不要去賣 爆量收上影線 我相信大概在這一根藏紅 帶量的上影線 有九成的投資人 都會去賣出股票 就是可能賺個3% 5%你就賣出去 但是如果說這樣子的線型 對我來講我絕對不會賣 而且我會逆勢去加碼 你說線型這麼醜 為什麼我不會去賣 爆量喔 爆量 而且收了一根上影線 其實就在於說它的數字 以資同來講 以這個01來講 它今年可以賺4.5到5塊錢 4.5到5塊錢 對比上60元的股價 現在的股價對比上未來的數字 它的真實的本益比大概只有12倍 60元的01 本益比就12倍 那12倍 如果說對比像其他的倍率 支通鈴群 非常非常便宜 因為其他的什麼倍率支通鈴群 當時我們操作過的 本益比都已經噴到了20到30倍以上 那又加上資安及國安 這個東西是政策加持 所以基本就是20倍 所以12倍的本益比是什麼概念 大概就是打了6折 一向商品打了6折 那打了6折 怎麼可能會去賣 一定是加碼 所以你看喔 當你掌握這個數字 就不會被這一根上引線 騙出場 這裡 一樣都是可以逆勢去加碼 你去看喔 光看線型 這個線型是很醜喔 爆量收上引線 收黑卡 又收上引線 看起來就是要直接往下 但是你去看 昨天 是不是一根漲停板 突破所有的上引線 直接一根漲停板就衝出去 68.5 在這裡60元以下 60元上下買進的所有部位 通通都賺錢 就是這樣一根漲停板 直接鎖上去 這就是我所講的嘛 股價的位階便宜 震盪你完全不用去擔心 因為說今年要賺4.5到5塊錢 60元上下本益比只有12倍 在12倍的本益比 它又是資安的系統族群 在這麼便宜的位階裡面 你是完全不用去擔心 震盪不用擔心 反而有拉回來 我們就是去找買點 所以你說這個東西 就是建立在數字上面 你要掌握說它的數字 你才會知道60元上下 它就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所以你看 我們從倍率 到零群 零群昨天也漲停 茲鴻昨天也漲停 那再一直到位階更低的01 昨天是創高 是不是 這裡68.5 好那你再去看 這裡 看一下這裡 6235的華府 華府來講 在前天一根漲停板 你去看 其實說很多股票 你感覺起來都漲很多 但是就像我一直在強調 一檔股票到底貴還是不貴 看的不是它的走勢 也不是它的 絕對股價 而是看它的獲利 就像是說01好了 01從 就是從年初這樣 一路漲到60元 感覺起來很貴 但是如果說你知道它今年的數字 不貴啊 非常的便宜 所以昨天也是一根 華府也是一樣 非常非常標準的例子 從50元漲到100元 乍看之下你會覺得很貴 但是就像我講的 一檔股票貴跟不貴 不是取決於它的走勢 而是取決於它的獲利能力 6235的華府 今年要賺6到7 以6到7元來講 100元上下的本益比只有15倍 好 那以15倍來看的話 其實 對於一檔 它算是說 車用的輕量化 輕量化的零組件 15倍真的是不貴 12到15倍左右 所以昨天 又是一根漲停板 116元 是不是 連續兩根 這裡你感覺漲很多 但是其實它根本就不貴 連續兩根漲停板拉上去 所以這其實全部都是建立在 未來的數字上面 就是說 今年是一個多頭循環 然後在多頭循環 千萬不要去預設 股票的高點 因為就像我們講的 空頭循環裡面 就是去年 去年這種比較典型的空頭走勢 本益比會一直被下修 一直被下修 但是今年不一樣 今年是多頭 所以本益比會一直被上修 一直被上修 所以我們在之前才講過一個 一個論點 在多頭循環裡面 一間好公司好股票跌下來 都可以逆勢去加碼 不用停損都沒關係 因為現在是多頭行情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這一次的機會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大機會 而且這是多少投資人 等了八年才有的機會 現在就出現在你眼前 一定要好好把握 所以我們昨天推出最新的一檔股票 車用的轉機股 今天我們會開始陸續去進場 所以等一下廣告時間 直接打電話進來 那在今天收盤之前 就會帶你去買進 廣告時間也記得先加入 我們的LINE好友 小老鼠WE178WE178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所以目前的台股 其實位階真的是很便宜 而且大家要慶幸說 其實因為台股的電子比重比較高 所以它落後於其他的國際股市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去看 國際股市的走勢 去預判說接下來台股會怎麼走 就像我們從年初一直在強調 其實你說台股接下來會怎麼走 你就去看法國股市 法國股市從1月份 就是台股在當時 當時的台股就是在法國股市的1月份 你說它會怎麼走 你就去看法國股市就好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我一直跟大家說 在這個時候 你一定要去買股票 而且越貪心越好 野心越大越好 你不要覺得說賺個10% 20% 8日又夠了 現在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機會 說緊急信號燈連續性的藍燈 這種機會 你說錯過這一次 要等到下一次什麼時候 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在這種行情裡面 大家要追求的 不要只是說10% 20% 30% 這種機會是可以讓你的財富 大幅度跳升的機會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說 現在一定要去買 當然有些人會說 那為什麼不要等到黃藍燈再買 但是就像我們講的 這種機會這麼難得 你說好上一次好了 上一次是2015年 從2015年等到現在 等了8年 等了8年的機會 為什麼要等到黃藍燈再去買股票 既然說這個策略是接近100%的策略 我們就要在藍燈去買 等了8年的機會 要賺當然就是賺大的 是不是 等了這麼久 為什麼要等到黃藍燈再買 黃藍燈很多股票都漲上去了 乾脆就現在買 這種機會 可遇不可求的機會來了 這個不是說什麼賺 賺魚肚 這種機會是要從魚頭 魚肚 魚尾 一直在賺到魚股 要從頭賺到尾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說 其實這種行情 你可以貪心一點 真的要貪心一點 就是說 不要覺得10% 20%就夠 因為目前這種機會非常好 很多股票位階都很低 要賺就是賺一筆大的 所以相關邏輯 在我們的Light裡面都有 小老鼠WE178 或是直接用手機的相機 掃描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也可以直接加入 不知道怎麼把握這次的機會 或是說 很想去把握 但是不知道說 買什麼樣的股票 都可以直接在裡面詢問 或是說 直接打電話進來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 其實 很多啦 現在盤面上 真的非常多的機會 因為太多的股票 因為說 4月份跟 第一季的季報不好 而下跌 那現在就是 都是它的機會 623我的華府 來 你去看 結果我一直在強調 你一檔股票到底是 到底有沒有空間 看的絕對是它的未來 能夠賺多少錢 而不是它的股價 所以你去看 當我們掌握了產業加數字 掌握產業我會知道 華府它主要還是做 如果車用輕量化零組件 那跟 主要客戶是Tesla 好 不管 反正就是說 新人員車這部分 趨勢很明確 重點是在這裡 因為說它的訂單能見度很高 所以這裡是 明年2024 預估可以賺8元以上 這裡要稍微更正一下 這裡是2024年 2024預估賺8元以上 賺8元以上 你去想 因為它訂單能見度很高 所以它可以直接反映到2024年的數字 以8元來算 不到100元 本利比8倍 車用零組件本利比8倍 這絕對是不合理 好 那就算 我們不要去看2024年的數字 看今年好了 今年上看可以賺到6塊錢左右 給個保守一點賺6塊錢 就算是以6塊錢的數字來講 100元左右的價格 其實也不貴 真的也不貴 就是大概是15倍左右的本利比而已 那對於一檔車用零組件 或是說趨勢比較明確的 而且它有它的獨佔性 15倍不貴 所以不論說 用今年的數字 明年的數字來看 百元的華幅 它真的是不貴 所以在這個位置 百元一下切入 兩根漲停板 那這樣子的邏輯上全也是 3363的上全 你去看 4月25號一直告訴大家 跌破30元 一定要去找買點 你要去等買點 4月26 跌破30元之後 直接漲停板 跌破30元 開地走高漲停板 隔一天 第二根漲停板 再隔一天 第三根漲停板 好那你去想 你去思考一個問題 4月28 當你看到說跌破30元 三根漲停板 真的跟我們 因為我相信說 這一天敢買的 沒幾個 好那當你這樣 提前告訴你 當它漲上去之後 你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你一定會覺得 早知道跌破30元 我就去買了 是不是 你一定會有這樣的想法 真的跌破30元 就三根漲停板 如果這樣的機會 再來一次 我一定會把握 但是你去看 5月2號 這一根藏黑下來 告訴大家 這一次如果跌破30元 要特別去做留意 但是你看 5月12號 這一天真的又跌破30元了 但是真的敢進場的 有多少人 是不是 就是說在這一根漲 三根漲停 大家會想 機會再來一次 我一定會把握 真的跌下來 大家又不敢買了 結果又是在鎖上漲停板 第二根 第三根 小幅震盪 昨天再一根漲停板 是不是 最高來到42.15 上市三根跌下來 再給你一次機會 這一次完全不給機會 直接四根漲停板衝出去 這其實就是 在股票市場很 人性的一個寫照 就是說第一次你會覺得 再來一次我一定會進場 結果跌下來了 還是不敢進場 就沒有第三次了 所以這個邏輯其實也跟景氣信號燈一樣 當時在八年前 八年前很多人會覺得 這一次連續性的藍燈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邏輯大家都知道 但是真的敢做的 畢竟是少數 當時那個景氣信號燈連續性出來之後 他就一路拉到了紅燈 拉到紅燈 很多人就會說 如果景氣信號燈 再來一次連續性的藍燈 我一定會進場 就是現在 就是現在 所以說如果現在你不去買股票的話 這個邏輯就會又變得跟上全一樣 第一次沒買到 第二次來了 結果又沒買到 就很可惜 當然說上全這個位置已經不適合再追了 因為說這裡已經是比較貴了 上全是轉機股 所以他的走勢爆發力很強 這一檔 車用的轉機股 有機會複製上全的走勢 第一劑虧損 好 重點 雖然第一劑虧損 但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有機會賺到3塊錢 這很誇張喔 第一劑虧損 下半年有機會賺到3塊錢 如果這個數字開出來 漲個5 60% 都不是問題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今天收盤之前 我們會針對這類型的好股票 下去提前去做佈局 有任何的問題 也都歡迎利用盤動時間 直接打電話進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我們可以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